为什么我要害死复查荣因 不仅仅是因为他害死了我的弟弟 我更需要的是至高无上的权利 因为他的存在 弘历根本不会多看我一眼 所以他只能成为我争权路上的垫脚石 其实后来我才知道 这一切都是纯非的缩食 可惜一切都太晚了 荣因被我害死了 但我不后悔做的这一切 因为只有权利 才能让我有安全感 才能让我有能力去保护自己的家人 当年刚入宫之时 我一直谨遵父亲的教诲 在这后宫之中不争不强 可于是无争 真的能够独善其身吗 弟弟病死在牢中 我无能为力 母亲撞死在神武门前 我痛彻心扉 阿玛的行贿 击碎了我多年来守护的信念 可阿玛只教会了我要清高自持 却忘了教会我要融会贯通与光同尘 我一直以为 只要我做得足够好 不给皇上惹是生非 他就会记住我的好 可在他的眼中 我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 他丝毫没有在乎过我的感受 复查荣因的一句话 他就可以放过我的阿玛 而我却要饱受这家托人亡的痛苦 所以我要争权夺利 我要让所有欺负过我的人都付出代价 而复查荣因的地位 就是我一生所追逐的母样 可他有着皇上的宠爱 如今的后宫 只有高宁兴能够与之匹立 高宁兴的阿玛是弘历身边的弘人 他同样觊觎着荣因的位置 我只有利用他去对付荣因 而事情就如我预想的那样 荣因被高宁兴推下了花坛 在荣因昏迷的那段时日 我接管了后宫的大小事物 不仅将各项事物处理得紧紧有条 还特意在帝阿门前开设了周棚 究竟那些因天灾而流离失所的百姓 我要让皇上看到我的人 也要让他对我刮目相看 入宫这么多年 我第一次感受到了权力带来的快谈 可荣因迟早会醒来 我不甘心来之不易的权力拱手向那 所以我下定决心要除掉荣因 而纯妃就是那把最蜂蜜的刀刃 纯妃一直对荣因死心塌地 和他偏偏爱上的伏侯 这世间的情案 一切都有因果 我劝他放下职业 为自己的未来筹谋打算 而他也没有让我失望 他很快便得到了皇上的重来 而且生下了六阿哥汝罗 荣因的身边 再也没有一个尽心尽力帮他的妃子 而这也正是我想要的 不久之后 荣因生下了七阿哥汝从 皇上对这个嫡子特别处爱 大有要立为储君的意思 后宫那女人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继承大头 纯妃也不例外 长春宫的那场大舞 烧掉了荣因所有的希望 她的死我并不意外 只能怪她自己的善良和懦怒 在荣因去世的三年后 我终于如愿地当上皇 如果鹅娘在世的话 她肯定不会再骂我 活得连狗的部落 她一定会为我这个女儿 感到骄傲 可世事难料 阿玛因为贪污被太后处死 可他们明知道阿玛是被冤枉 是还要我的阿玛 去做那个替罪娘 我本以为我管理后宫 是这大清的主人 我就可以保护我的家人 可是我错了 从前的我 保不住鹅娘和兄弟 如今的皇后 却依然保不住我的阿玛 现在我终于明白 不是全力保护的荣因 是她根本就不在乎我 我 が好玩了 我 我